大家好,歡迎收看新的一集IEI首播,我是Jo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PULM的選卡指南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我的PULM 來講解PULM智能網卡的好處 來,跟大家打聲招呼 嗨,我是PULM OK,那我首先想要問的是 為什麼不能用一般的網卡而需要智能的網卡呢? 因為一般的網卡現在目前隨著網路的數據量越多 越增加,所以我們會運用到SDN跟NFB的運用也越多 這些爆炸性的增加對於數據中心來說會造成一種負荷 一般的網卡都是靠CPU來處理這些網路的應用服務 容易會造成CPU的資源無法去處理到其他的事物上 在這個智慧網卡出現之後 可以利用這個智慧網卡的功能來提升應用程式跟虛擬化性能 然後實現這些軟體定義網路SDN或是虛擬網路 網路化的NFB的足夠優勢 將這個網路虛擬化 然後負載的這些功能可以從CPU中移除 然後確保這個CPU可以處理到更多的處理效能 然後提升這個系統跟網路運作的效率 OK了解 那除了剛剛提到可以釋放CPU的資源外 那智慧網卡它本身還有什麼樣其他的特色呢? 智慧網卡的其他特色除了降低這個CPU的效率之外 它還可以提升這個軟體應用程式虛擬化的性能 那這個SDN跟NFB呢? 這個諸多的優勢還可以加速這些網路安全應用的加密啊 解密或是用於這個DPI深度包的檢測應用程式這個任意的組合 那這個智慧型的NIC呢?它真的非常適合運用在高流量的web的服務器 那也可以讓使用者它能感受到應用程式它加速的附加價值 OK了解 那其實剛剛講了相當多智能網卡的一些特色 那我們自己IEI的智能網卡PULM系列 是不是也集結了這麼多的優點呢? 當然啊 那除了剛剛說的這些優點之外 PULM網卡還有許許多多多元化的設計 那第一點像是多元化的NIC品牌 例如Intel、Mealas、Borcon、Apontia等等 V2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然後選擇您的速度與功能 那IEI的PULM的頻寬 那它是由1GB到100GB的頻寬都可以提供給使用者做選擇 那第三我們有網路傳輸不間斷BiPASS這個功能 因為使用網路的時候最怕斷線 那像PULM它也將BiPASS的功能設計進去 那有RJ45的BiPASS跟Fiber光纖BiPASS可以讓您做選擇 在機器雖然CPU壞了或是電源突然掛掉的時候 還可以進行網路的傳輸 OK了解 那麼剛剛第一點有提到的多量化的NIC品牌 那它們有哪些細部的Overload介紹呢? Overload主要是提升網路的收發性能 然後網卡Offload它可能會有包括LSO或LRO、GSO、GRO等等 那為了降低這個系統CPU的負荷跟處理 跟提升CPU它的處理的性能來說 由這個圖片可以大概了解到不同的NIC品牌 它所支援的Offload功能也會有所差異 那當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也可以就是依照這個需求來做產品的選擇 OK了解 那我其實想問一個非常基本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到底什麼是頻寬呢? 那這個頻寬呢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在高速公路 我們頻寬呢越寬就像是高速公路的道路 然後越寬一樣 道路越寬車輛就可以越多 代表你的行車速度也會越快越流暢 那這又是像這個通訊在傳輸的資料一樣 就是可能我們頻寬越大 然後傳輸的資料量也可以越高越多 那像這個我們有從1GB到25GB這些網卡 我們在IEI的網站都可以看到 那除了這些網卡之外呢 我們PULM它還有推出可以擴充像M.2 Storage 或是Mini PCIe的LTE卡 Wi-Fi卡這些都可以做選擇 OK了解 那除了速度之外呢 我們也最怕就是網路會突然斷訊 就像是你在打線上遊戲的時候 正要去支援前線 結果網路突然斷掉了 那OK 對就是跟網通的世界一樣 就是當如果你的系統斷訊 或是斷電或是當機的時候 那你一定會很著急 所以我們PULM它有做了這個bypass的功能 然後在就是當網路的安全裝置 它故障的時候還可以就是連線的利用這個網路 可以做互相的導通 那這個平台呢 我們也可以 bypass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再做網路的封包做處理 但是是可以做一些導通傳輸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bypass的模組 我們有intel的i211 i350跟XL710 像RJ45光纖的FiberPort 都可以做運用的選擇 那這些的模組呢 我們都可以放在IEI的Puzzle的 目前的廠機箱上面做擴充 那這可以搭配Puzzle的產品 像是IN001、IN001A 那它是雙槽可以放兩張PULM的產品 那在IN004、A001的話 它是單槽它可以放一張PULM的產品 那兩槽或一槽呢 我們都可以去支援PCIe x8跟兩個PCIe x4 那也就是我們slotA 那slotB呢 我們是支援兩個PCIe x4跟四個PCIe x2 那再來呢 那再來呢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PCIe configuration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會有DUO BIOS 那這個DUO BIOS呢 我們可能就是來實現這個slotB 像是I211啊 Aquanty啊 我們自己做的PULM小卡 然後讓BIOS可以去在 BIOS0跟BIOS1 兩個PCIe x4跟四個PCIe x2之間去做切換 然後讓我們使用者可以達到需求最大化 再來就是我們slotA跟slotP呢 它可以選擇的最佳化的產品 那其實我們的產品呢 都可以去從這張錶殼上面做選擇 像slotA也可以選用Malax或是Intel M.2的卡 那slotB的話呢 也可以選擇Blockon、Quanty這些卡來做擴充 可以了解 那我還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沒有拔掉Power Code的時候 只有直接關機換小卡 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因為我們這個系統啊 目前是沒有支援這個熱插拔的問題 就是我們因為沒有支援熱插拔 所以我們要在切換卡的時候 一定要進到G3的狀況下 那什麼是G3? 就是把Power Code 要把它從我們的系統裡面移出 所以移出之後再切換小卡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遇到說像S5的這種問題 那S5的話就跟圖一樣 就是把沒有拔掉Power Code 直接去抽換小卡 那在這個S5的狀況下 像是換4個PCIe by 2 或是兩個PCIe by 4的時候 在slotB的時候 因為我們會有切換Diobus 所以會可能它的記憶 還是會在上一個卡片的狀態下 那它如果我們在S5的狀況下去 做切換的時候 可能會認不到某些Port 或是會有一些異常 那為了避免這些異常的話 一定要記得 就是在抽換卡的時候 一定要進到G3 OK 那最後的話 PULM系列小卡 我們整理了以下四點 首先第一點 1GB到100GB的頻寬選擇 以及四大的知名廠牌 還有我們的Bipos的功能 以及G3更新小卡無障礙 這就是我們PULM系列小卡的 整個四個大特點 OK 那今天的PULM的 選卡指南就到這邊 那非常感謝Fini 給我們非常詳細的一個解說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並分享這支影片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關於我們的PULM系列的小卡指南的話 請掃PPT裡面的QR Code 那更重要的是 不要忘記我們每週二的AI首播喔 希望我們在這邊還可以看到您 掰掰 掰掰